我大索尼來了 今天我們要開箱的是 Sony Aspera 1 Mark III 它集結了整個大索尼集團的黑科技魚衣神 方正俐落的外觀依舊讓人無法抵擋 不但擁有蔡絲T鍍膜加持的 16-24-70大三元 這次再加碼105的望遠鏡頭 那它其他的規格也直接攻頂 還加碼了電競模式 那它究竟會不會過熱 值不值得買呢 我們就一起來開箱吧 Let's go 好 依照慣例我們就直接從外盒來看吧 那這次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內容物 相當的簡單 包含了Sony Aspera 1 30W的PD充電器 USB to C的充電線 說明書 沒了 那它雖然給了3.5的耳機孔 但是經過歷年來的鎖粉的銷售經驗 鎖粉吃的真的比較好 隨附的耳機都不會用 那它隨附的這個PD快速充電器 可以支援5V3A 9V3A以及15V2A 最高30W的快速充電 那Sony原廠對於充電器的要求 非常的嚴苛 那下面有一堆的安規檢驗的標章 那包含這條充電線呢 也跟其他家的比起來會相對的粗 所以你可以發現 Sony對於充電的標準非常的嚴謹 那我在開箱之後啊 也立刻拿去模式密碼 給他們做包模 那模式密碼也推出了 iMOS的原廠的康寧玻璃保護貼 建議大家一定要去把它貼上 那非常的滑順 那這一次Sony Aspera 1 它推出了三個顏色 那我挑的是紫色 那它的外型啊 依舊辨識度極高 無敵方正的設計美感 身為當代旗艦機 規格當然直接攻頂 它搭載了高通S888處理器 加12G 512G的儲存空間 IP68的防水防塵 不過這一次最重要的升級有三個 第一就是Sony Alpha相機 加蔡司T鍍膜的四枚鏡頭 從16、24、70、105 四個焦段 它全場景覆蓋 那再加上每秒20fps的超快連拍 眼部最終對焦 再加上實體快門 能夠拍得又快又清晰 第二它搭載了Sony Bravia的電視技術 以及4K 120Hz的無瀏海全螢幕 第三它搭載了全新的電競模式 那它的遊戲增強器啊 除了防干擾能點亮螢幕之外 敵人躲起來也可以找得到 那你看它的外型 方正俐落的側邊 超瘦長的機身尺寸 再加上霧面消光紫色的玻璃材質 它真的很好看 而且我裸機拿了一周 幾乎不沾指紋 拿衣服稍微擦一下背蓋 就跟新的一樣 那拿起來的手感啊 我覺得應該是這一波S888旗艦機裡面 最輕薄的一款 那它因為採用玻璃的霧面質感 在不同光線下的顏色也不同 有時候是霧灰 有時候是燕紫 那不管哪一種 都非常有質感 不俗氣 我相信沒有人可以抗拒Sony的外型設計 真的沒有 那它的實體按鍵啊 全部集中在右側 包含音量鍵 指紋辨識鍵 語音助手 以及招牌的實體快門鍵 那這一次快門鍵還加了柯紋 可以增加盲暗的手感 那另外一側啊 則是免工具的SIM卡槽 卡槽為3選2的複合式卡槽 最高支援2TB的MicroSD 而且這一次抽出卡槽 終於不會重開機了 好 接下來我們進入重點 相機 Sony Alpha相機啊 廣售全世界的攝影師好評 那我自己其實也用Sony的相機 那這一次的One Mark III 終於導入了潛望式鏡頭 一口氣從16、24、70 然後這次增加了105 4顆常用的焦段全部補給 而且全部都是光學鏡頭 雖然你看到這邊只有3顆 其中的這一顆潛望鏡頭 是把70跟105直接整合在一起 好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一下 這個Sony Xperia One Mark III 它的拍照介面 那這一次它把傳統的相機啊 跟之前推出的Photo Pro 結合在一起 那現在就只剩下一個拍照介面 那這一次它的拍照介面啊 整個也都做更新 那4顆鏡頭都分別可以獨立切換 然後也可以分別做獨立的數位變焦 那下面可以選擇它的連拍的張數 那其他鏡頭就只能選擇10FPS 那主鏡頭可以選擇20FPS 那主鏡頭還可以做閃景的切換 你可以看它可以分別做閃景 跟沒有閃景 那這一次它又把這個拍照的模式啊 分別做在左上角 那在這個地方可以利用轉盤的方式 去做選擇 分別是Basic Auto P S M 跟MR MR就是回覆最基本的設定 來分別介紹一下這幾個模式 Basic模式啊是類似像智慧型手機 就是你一般手機拍照的介面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像現在這樣子 4顆鏡頭都可以分別獨立去切換 然後可以去選擇你的拍攝的尺寸比例 一般鏡頭可以選擇20FPS 跟10FPS 或者是單張拍攝 那其他的鏡頭啊 最高只能選擇10FPS 主鏡頭可以去做閃景來拍攝 那再來我們來看到Auto模式 當你選擇Auto模式來拍照的時候啊 你全程都可以利用這個實體的快門鍵來拍攝 那他的虛擬的快門鍵他會取消掉 那他這個時候 他會主動加強防手震 你在拍攝的時候可以更流暢 像我現在在講話 一邊講一邊拍 但是他的防手震效果會做得非常好 那在這個地方也可以選擇鏡頭去切換 16 247 10 105 那在這個地方 還可以再做數位變焦 他整個拍攝介面就很像我們Sony的Alpha相機一樣 那這個P模式啊是程式自動 他會自動控制快門速度 那你可以自由調整光圈 白平衡 然後還有其他的鏡頭去做切換 那在這個地方啊 你可以看到他 整個拍攝介面就跟相機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你可以調整這個EV 就是亮度 快門優先S模式 手動控制快門 那這個通常都是用來拍車軌啦 新軌 然後一些比較低光源的環境 然後又想拉長曝光的時候 會使用快門優先 那再來是M模式 就是全部 所有的參數讓你手動調整 那當你調的亂七八糟啊 你也忘記最好的模式是什麼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回覆拍攝設定 好這個是拍攝的介面 那我覺得Sony在拍照上面 追求的是跟Alpha相機一樣的快門組 那這比較符合高階攝影器材的終極目標 能夠拍攝運動賽事不糊掉才是真的 所以這次Xperia 1 III 它直接導入SonyAlpha相機的眼部追蹤 以及物件追蹤 那只要是人 動物的眼睛出現在畫面中 它就會自動捕捉 那它有實體快門 有超穩的防手震 再加上每秒20fps的超光速連拍 像機關槍一樣打出去 而且彈無虛發 所以以後你要拍小孩啊 拍動物就是給它 快門按著不放就對了 你的工作未來就只剩下 挑一張構圖好的照片 其他就全部交給Sony Xperia 1 III 那接下來我來分享一些 最近外出拍攝的一些樣張 那像我去拍貓啊 它真的是神機 牢牢的抓住眼睛對焦 眼神對了什麼都對 像貓啊狗啊兔子啊一些小動物 只要能夠辨識眼睛鼻子 都可以自動捕捉眼睛 那即使它瞇眼閉眼也都可以偵測 那就算它離開畫面的拍攝範圍 當它回到畫面的中間 它也可以捕捉得到 那這四顆鏡頭啊都是光學鏡頭 沒有哪一顆畫質比較好的問題 那我覺得1 III它的色彩 走的是真實不佳料的路線 跟iPhone拍出來的很接近 也就是你肉眼看到的顏色 跟拍出來的感覺是差不多的 那我覺得這次1 III的色彩表現啊 它都還不錯 都可以拍得很清晰很自然 然後也不會讓你覺得過厭 然後有點假假的 都不會 不管是葉子的脈絡啦 或者是逆光的色彩啊 它透過T鍍膜可以壓制耀光 可以讓色彩再更飽和更提升 不過它不會再利用軟體演算法 去提高色彩飽和度 它純粹是用光學的硬體拍攝 那我使用閃景模式拍攝人像 整個人的主體是清晰的 那背景的虛化處理也相當的優秀 那我這陣子真的是拿了手機拍了蠻多的照片 接下來大家可以看一下樣張 Aspira 1 III 其實也有內建AI場景辨識 也有夜景模式 但是它並沒有獨立出來的夜景模式可以選擇 而是全自動的辨識場景 當它偵測到低光源 需要夜景模式來後製運算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啟用夜景 所以你完全不需要特別選擇 在自動進入夜景成像的運算時間 大概是一兩秒左右 我覺得速度是蠻快的 那你看我拍這個熱華夜市的微解封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招牌的清晰度 還有在拍到燈光的時候 它也會出現這個十字星芒 我分別用這四顆鏡頭來做螢幕錄影 然後讓你看一下 它每顆鏡頭拍攝的範圍大概是怎麼樣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這一塊 全球首款4K HDR 120Hz的螢幕 同時導入了Sony Bravia電視技術的螢幕 那在螢幕的設定當中 會看到兩個選項 一個是導演模式 另外一個是標準模式 兩個 同時只能選一個 那導演模式 它會用原色的方式去播放影片 它不會修飾 不會優化 它透過10bit的色聲加BT2020的色域HDR規格 那去忠實還原導演想要拍給你的色彩 但是真正運用Bravia電視技術的則是 在標準模式底下的影片影像增強 當這個模式開啟之後啊 即使影像未滿4K 它也會幫你補真補差點 讓你所看到的影片都會更滑順流暢 那螢幕的更新率可以選擇60Hz跟120Hz 那全程都可以支援4K 那這邊我把兩個60Hz跟120Hz的差別把它放在這邊 那這支手機也同時支援了立體聲雙喇叭 同時也加了3.5耳機的耳機孔 那這次Sony與KKBus的無損音質合作 插入3.5耳機可以享受無損音質的極致細節 那這一次Xperia 1 III 台海加入杜比全景聲 以及全新的360 Special Sound 它的概念其實跟Apple的空間音訊很像 可以利用陀螺儀讓聲音具有方向性 那你轉頭、擺頭都可以更明確 不過這個技術目前只支援Sony的自家耳機 那另外一個音頻正義技術 DSEE Ultimate 那它透過AI可以把你的MP3音樂提升為高音質音樂 所以這個東西我會建議大家全程都要把它開起來 你隨時都可以聽到一個優化的音樂 這一次Sony推出了全新的遊戲增強器 Xperia 1 III它同時也是決勝時刻的官方指定手機 那遊戲方跟索尼也針對這款遊戲特別優化 克制了全新功能 那一般的手機遊戲模式頂多就只有 勿擾、輕catch、螢幕錄影沒了 那Sony的遊戲增強器 這一次除了防干擾、輕catch的基本功能之外 當我選擇顯示幕和聲音 裡面可以針對一些比較陰暗的遊戲畫面 再做畫面調整 那調整的項目包含畫面品質、畫面對比度 以及環境的整體亮度提升 那白平衡也可以調整 針對聲音也可以開啟等化器 把10頻段的人聲、腳步聲提高db 減少槍炮炸藥的低音 凸顯敵人的腳步聲以及位置 具體來說這個就是物理開掛 你聲音聽得更清楚 暗部看得更清楚 那另外啊螢幕錄影 它這次還多了 預錄30秒前的功能 比如說我之前打一場遊戲 然後贏的時候我才想到 欸我忘了錄影 當你忘記錄影 那前30秒的過程 它也會幫你一起預錄下來 這個功能我覺得 對於有很多遊戲玩家來說就很方便 那再來我想大家其實最關心的就是 這一支到底會不會過熱 那我這一支其實是 Xperia 1的頂規版本 那S888加12GB RAM加512GB的空間 S888這一次真的是比較熱 不過從上一代啊 Sony就加入了 SMAXC幫助散熱 那這一次它把SMAXC的面積做得更大 幾乎是佔據整個三分之一的面積 那我使用Undoo 2測試得到77.9萬分 那PC Mark跟3D Mark的分數大概是這樣子 那在跑燒機測試的時候啊 最高溫度會出現在這個鏡頭的附近 那也就是機身上半部 那我用溫度槍測得最高40度以內 那一般手持啊 你一般不會握到這個地方 那如果你在玩遊戲的時候 大概也都可以維持最高FPS運作 那我使用原廠的30瓦PD充電器來充電 從19-60%花了27分鐘 那進入80%之後開始降壓充電 那總共花了1小時31分鐘充飽電 好 最後總結一下 Xperia 1 III這支旗艦機 我對它實在是又愛又恨 愛的是喔 它的強項真的是設計美感 它整個外型真的是很漂亮 那優秀的螢幕霜喇叭 極致好拍的相機 無可挑剔的外型重量以及手感 還有它的顏色 以及它的IP68防水防塵 整個你會覺得它有把索尼大集團的 當代黑科技全部急於一身 那這一次的相機成像真的很優秀 手機掏出來快門鍵按著就可以馬上拍 從掏口袋到完成拍照不用一秒鐘 而且它一定拍得到連拍也超清楚 那在戶外的時候它甚至還可以降風噪 不過最討厭的是 它在側邊這個按鍵實在太多 每次我要夾在車上 都一定會夾到旁邊的按鍵 然後就誤觸了某個功能 那另外在四顆鏡頭之間 它沒有辦法一次從最廣然後變到最遠 那這樣的機會雖然不高 可是你會覺得 如果你再把它無縫銜接 這樣可能會方便一點 那另外它的電池續航力還是偏弱 我覺得有點可惜 可是手機畢竟它的空間太小 這是目前最輕薄的一支手機 那幸好PD充電還算快 那我覺得Esperia 1 III 它是一支很稱職的生活幫手 會買這支手機的人 大部分都會是爸媽 或者是有養寵物的人 然後拍一些貓貓狗狗啦 如果你決定要買的話 建議大家這一次選紫色或者是黑色 它的霧面非常低調又好看又有特色 還有螢幕保護貼啊 如果你要貼的話 建議大家去模式密碼 選iMOS的康寧玻璃保護貼 好 以上就是今天影片的全部內容 我是雲霸 如果大家對 Esperia 1 III 還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